你收看的頻道是牛奶大師施施施財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拉斯 現在我們在神夢之蛤這一次的刑傷藥賽中 2月26號星期一 我們的特殊商品類出現了三個角色卡 可以用我們的討伐戰得到的動作去交換這三張卡 那這三張卡呢有沒有必要換呢當然是要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這個疾風前捲風梨 我應該沒念錯吧 好風梨這張卡我想不用多介紹 就是這樣深野姐姐這個牛王德魯伊必要一定要一定要一張 好不好為什麼我會這樣講 因為大師在去年20...2016年的時候吧 2016年下半年的那時候 裸出風梨的討伐戰 我印象中是有 然後那時候大師那時候停了半年多 接近快一年的時間沒有玩神夢之塔 所以那時候我就沒有這一張風梨 可是這張風梨真的是受罪 而且尤其是德魯伊你有熊貓 一定要有的一張增傷的卡 而且熊貓看下去之後 基本上不會斷木族的 你只要小心有效到木族 手效到木族就可以了 你的增傷是一直在的 所以這張卡一定要 不管你有沒有玩獸隊的啊 應該他寫木屬性嘛 你木屬性...可是你沒有熊貓就有點... 有其他角色 木屬性會一直掉嗎? 喔有喔! 木漆大嘛對不對 不知道放木漆大好不好用 大家可以試試看 所以這張卡我覺得 不管放哪一隊啊 都有他的... 你只要是木屬的話 都有他的位置可以放 所以很推薦大家一定要 一定要刷 刷一張 他總可以交換11次吧 所以... 把技能等級成一生啊 需不需要複製卡的話 我是覺得不用啦 你小心一點 基本上你也不會斷木族啊 除非啦 有那種... 關卡敵人是消除附加效果的 而且風裡 又可以用來幾技能啊 算是蠻好用的一張卡片 那...再來是這張 隱形殺戮者 7...動動9 那這張卡的話 我忘記什麼... 我不確定什麼時候出了 應該也是我 停止玩 神魔之卡 那...半年多的時間 出的 然後這張卡片 我看一下 嗯... 這也是討伐戰的喔 那時候出那麼多討伐戰 我都沒拿到 這張卡片是一回合內 我方不會發生攻擊 並迴避所有敵人的攻擊 下回合 拳銳攻擊力1.5倍 好 這張... 如果你有多的... 閒錢 或是多的魔法師 有時間 你可以刷啦 對 可是... 大部分人都說水油其實就夠了 當然啦 因為剛好是水屬性 又是人類 而且... 水油... 可是... 缺點是... 也不是缺點 就是水油的話是... 算是減傷 可是這張卡 是... 迴避所有敵人的攻擊 他... 算是一個特殊功能的卡片啦 比如說... 場面上有兩隻怪獸 我猜啦 可是我... 還沒有實際驗過 是不是這樣 比如說... 有兩隻敵人 都是... 雙連擊 他那個回合應該... 雙連擊四次的攻擊 應該可以... 都可以... 抵消掉 應該啦 理論算是這樣 還有一種是... 敵人 比如說... 打你一次一定會死 比如99999 之類的 算是一張... 特殊功能卡啦 所以我覺得... 是不用到刷滿啦 我覺得有一張就夠了 然後就是... 關卡如果可以讓你... 洗技能 拿這張拿出來用 我覺得應該也算好用的啦 至少他可以... 減Cd一回合的時間... 綠珠跟喘氣 不過... 像剛剛講的水油的話 已經可以減少 所以水油其實... 減Cd的方面的話 水油其實效... 效果會比較好一點 好 再來是... 蒼生之龍... 趙雲... 趙雲... 這張好像也是... 喔...也是塔巴戰的喔 好... 這張...也是大致... 沒玩那半年出了吧 應該是... 好... 那你有玩蒙隊的話... 避刷... 避刷... 像這個... 效果一... 是延遲全體敵人行動一回合 這個... 控場... 也算好用喔 要看一下Cd多少 Cd... 8... Cd8... 好...Cd8... OK啦...OK... 效果二... 是15秒內... 可以任意移動符石... 而不會發動消除... 唉唷... 打擊好像是... 打擊是幾秒啊... 忘記了... 像這種... 任意移動符石啊... 龍隊的話... 欸... 龍隊的柯雷... 可以任意嗎... 喔...好像也可以... 幾秒啊... 幾秒... 我們看一下喔... 我們來看一下... 柯雷... 喔... 可以任意移動符石... 而不會發動消除... 但是是... 原本的移動柱子的時間... 那... 多了... 這張... 趙雲是15秒... 對一個... 對大師來講... 這種... 欸...按錯... 對大師來講... 這張卡... 像...像...如果... 大家... 如果有人只能消除... 手... 只能4-5 combo... 那... 非常推薦你刷這一隻... 好... 趙雲... 龍類... 你有網龍隊... 必隊... 你有道路... 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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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 簡單基本的... 毒龍隊... 你放這一張... 如果需要轉... 15秒內... 你... 怕手殘的話... 就開吧... 這一張... 好用... 我一定刷... 那... 最推薦的是... 先刷風裡啦... 就是... 順序是風裡... 趙雲... 再來是... 這個... 隱形殺戮者... 這可以刷可不刷啦... 這... 如果沒有時間... 這個必要... 隱形殺戮者...必要... 風裡一定要... 各位... 我期待風裡很久了... 大家知道為什麼嗎... 當時... 大師是因為... 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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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 大師才回來玩神魔之塔... 然後... 當時... 七天地... 那個隊伍呢... 大師把... 所有的... 德魯伊的受隊... 連靈魂都進化到最滿... 結果... 我沒有風裡... 沒有風裡這個真相... 根本就打不贏... 我那時候試的超多隊了... 然後... 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好像有出那個... 這一隻... 我那時候放這一隻... 那個... 五連性選的... 獸類... 但是這個... 正常完全不夠... 超不夠的... 明塔1.5倍... 然後... 風... 風... 風裡的話... 雖然也是1.5倍... 可是它有... 木符石喔... 兼具其他符石... 屬性符石的效果... 這個... 根本就是神卡... 因為... 對我來說... 根本就是神卡... 那時候... 德魯伊能打贏七天地... 哇塞... 那個實在是... 我覺得算輕鬆... 因為大師那時候... 打七天地過的是用... 用... 用大聲隊... 然後... 那個... 路西法... 派蒙... 才過了... 而且打了... 試了好幾次... 所以呢... 風裡... 真心推薦... 一定要刷... 好不好... 拜託各位... 這一集講了快... 八、九分鐘... 這是要... 苦... 苦口婆心的勸大家... 風裡一定要刷... 不要玩記啦... 好不好... 好啦... 那這一集到... 這邊結束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 歡迎到... 頻道主要放的圖片... 按個訂閱... 歡迎到右下角的... 把... 紅色訂閱按鈕... 按下去... 之後有個框框把它打開... 那... 如果喜歡我的... 我的... 解說的話... 歡迎到粉山的讚... 最終這件消息... 謝謝大家... 記得收看... 謝謝... 掰掰...